欢乐死生泼疗愈乐团带来植物连结生泼玉 要动的乐音结合植物绿域氛围 为台北艺术节启售记者会揭开序幕 在台北艺术中心董事长刘若瑜 与今年台北艺术节策展人林仁中共同商议下 以万物运动为主题 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跳脱人类本位 从万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今年是正式的台北艺术节 在法人的成立之后要对外 那我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首先要找到 我们对于这个场馆 想要去跟大家对话的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就觉得是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 所以在跟人中我们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这次的台北艺术节 就整体邀请艺术家们以生态为主题 我们面临的各个环节 不管是植物的音乐会 或者是我们讨论的海洋的问题 或者是人与人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从这个万物运动 然后找到人跟万物之间如何 我们能够重新看人类的定位 跟所谓我们万物之间的关系 而从万物一起运动的角度 来探讨一个跟生态的环境的关系 在节目前程上 其实台北艺术节一直以来 我们的形式跟风格 和表演的一种参与的方式 都是非常多元的 那这一次其实除了有太阳与海 这一件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作品 来到亚洲唯一一站的首演 在北极中心之外 其实我们这一次也邀请艺术家 用非常创意的方式 去善用剧场和非剧场的 各种不同角落 包括我们的顶楼花园 第一次开放 所以在表演形式上 包含了观众 也可能只是坐在剧场里面看 也有可能他是游走式参与式的 甚至是像展览式的 在经验这一些 跟生态有关的表演的思考 基本上呢 我们觉得先从在今年的艺术节 我们也就点题 我们对于生态的这个环境的关系 那当然根深蒂固的 希望台北表演中心 它能够自己本身就发展成 一个所谓的绿剧场 那如何在相对的 一个时间准备过程当中 慢慢逐年地也完成 所谓的零排探 这样子一个脚步 那所以在软体上面 我觉得几乎每一年 这个题目都逃不了 也就是它一定会相关 那但是当然 在艺术节的一个 就是逐步的一个转变当中 也会有不同的关切进来 但是这个题目应该它是人类现在最关切的 是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和若宇节的一个对话交流之下 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台北艺术节 重新打造成 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式的艺术节 它更是一种运动和 生活和文化运动式的一种艺术节 像植物音乐会我们提出的一种 翻转人类观点 它其实就是希望 邀请观众在惊艳的这个表演 或者是透过艺术节的策展和体验的参与之后 我们都能够反思 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为我们身边的其他的有灵万物 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倡议之下 台北艺术节未来几年 其实我们都会在 环绕着在生态的关注 但就像若宇节说的 我们每一年 侧重的强调的角度 跟邀请观众进来的视角会不同 文化局长蔡世平表示 台北艺术节多年来 一方面促成国内艺文团队 跨领域的创新作品 一方面引进国际展演节目 以建立相当重要的品牌价值 是每年夏天台北表演艺术的盛事 开场的表演就非常让大家惊艳 开场的表演就非常让大家惊艳 这个是台北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觉得我在教育委员会 直询的第一天 我介绍我们的北邑的两位迷心 然后介绍北流的董事长黄玉玲的时候 我有特别跟在座的当时的议会的 教育委员会的所有的议员们说 那一瞬间我非常骄傲 我说这就是台北 我们把台湾最好的表演艺术的 流行音乐的工作者 能够挖到市府的 台北市政府的两个行政法人来工作 然后这两个行政法人就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展现出非常亮丽的成绩 这是一个台北人的骄傲 今年的节目 扣合世界人类最关心的环境主题 精选20档节目 包括2019威尼斯双年展 金奖得主 巡演全球都一票难求的太阳与海 亚洲首演 还有用音乐与植物沟通的给植物的音乐会 以及删出全新创作 从音乐 舞蹈 戏剧等不同形式 呈现人与万物的共生关系 荣获2019年威尼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盛会 威尼斯双年展 当年疫情前的那一年的一个 给全世界的重要的警示的一件金师奖得奖作品 太阳与海来自于立陶宛的艺术家团队 这件作品它启动了当代的全球的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 怎么样在一个高度跨界交织能量之下 邀请观众一起来思考气候变迁跟环境生态的问题 而这一座人造沙滩邀请观众来到上帝视角的空间 由上往下看人间的悲喜剧 人类在沙滩上的修行行为 怎么样和从事物我们跟环境的关系 这件作品呢 这一个由上往下看的结构 也是第一次我们会打开北一中心的蓝盒子的阳台区 让大家往下看人造沙滩 再来同样是海洋的思考 在台湾这个岛国里面 我们常常自嘲说我们比较熟海鲜 但我们不熟海洋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邀请之下 陈玉典和剧场导演陈玉典 和竹编装置艺术家范成忠 联手跨界第一次合作 要在北一中心的球剧场 呈现龙虾的球身运动 而龙虾的一生如何跟我们 其实是海平面上我们 其实实习相关呢 欢迎大家都说一定来剧场一起脱壳 第25届台北艺术节 将于8月5号到10月1号登场 票券于5月18号全面启售 欢迎民众购票欣赏 在后疫情时代用艺术感受新人类的全新风貌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